第六步 日落西山 第十二章 天才的敌手 嘉靖四十二年 1563 孙承宗出生在北直立保定府高阳 金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 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 冀州防县的一部分 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 或者说是太好 蒙古人强大的时候 经常来 女真人强大的时候 经常来 后来改叫金国 也常来 来抢 来一次 抢一次 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别的小孩都怕 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 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 喜欢研究战争 从小 别人读四书 他读兵书 成人后 别人往内地跑 他往边境跑 不为别的 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 1578 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 外出游学 这一年 他十六岁 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 孙秀才游历四方 努力向学 练就了一身宝国的本领 当然 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 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 大都是游而不学 要知道 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 不是为了报国 说到底 是混口饭吃 游学 不用吃饭哪 还好 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老师 从此 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 而且越奋斗越好 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 1592 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 孙秀才来到京城 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的 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 他发现 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 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 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 1593 他进入了国子界 刻苦读书 在一年后 1594 他终于考中了举人 这一年 他32岁 一般说来 考上举人 要么去考进士 要么去魂各官 可让人费解的是 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 具体原因无人知晓 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 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 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孙成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 就任大同巡抚 官不能丢 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 于是孙成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有一名罪犯说过 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 都是没用的 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 亲自实践 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 孙成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 孙成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 拼死的厮杀 血腥的战场 智慧的角逐 勇气的考验 战争 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 最飘忽不定 最残酷 最困难 最考验智商的游戏 在战场上 兵法没有用 规则没有用 因为在这里 最好的兵法 就是实战 唯一的规则 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 也无法上阵杀敌 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 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 当兵是一份工作 是工作 就要拿工资 拿不到工资 自然要闹 一般人闹 无非是独马路 喊几句 当兵的闹 就不同了 手里有家伙 要闹就往死里闹 专用名词叫做滑辩 这种事 谁遇上谁倒霉 大同巡抚运气不好 偏赶上了 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 当兵的不干 加上有人挑拨 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 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 里外堵得严严实实 门都出不去 想来想去没办法 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 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 看着面前怒气冲冲 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 他只是平静地说 响吟非常充足 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 如有冒领者 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 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 从容 无谓表明 他有能力 用最合适的方法 处理最纷乱的局势 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 孙承宗看到了战争 理解了战争 懂得了战争 并最终掌握了战争 他的掌握 来自他的天赋 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 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 此时的他 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 他的精通 来自于砍杀 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 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 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 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 他们将相遇 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 一千六百零四 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 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 他的目标 是科举 这一年 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秀才 落魄秀才 教师 优秀教师 举人 军事观察员 目睹战争的破坏 聆听无奈的哀嚎 体会无助的痛苦 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 他决定 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调子生活之后 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 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 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 第二 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 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 榜眼必定是数级士 必定是汉林 于是在上岗培训后 孙承宗进入汉林院 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 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 除个别特例外 要想进入内阁 必须是汉林出身 否则 即使你工作再努力 能力再突出 也是白搭 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 要入内阁 必须是汉林 是汉林 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汉林院里不止一个人 什么学士 是读学士 是讲 修传 检讨多了去了 内阁才几个人 还得排队等 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 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 他的运气不好 等了足足十年 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 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 一千六百一十四 孙承宗调任詹氏府玉德 这是一个小官 却有着远大的前程 因为他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 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长洛的老师 在前方等待着他的 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 一千六百二十 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珠长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 这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 朱尤孝 叫完了爹再教儿子 真可谓是惠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尤孝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 就好做个木工 所以除木匠师傅外 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 私塾 教育 对于木头型 鱼笨型 死不用工型的小孩 一向都有点办法 所以几堂课叫下来 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 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 而带以一个固定的称谓 无师 这个称呼 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 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 无论何人 以何种方式 挑拨 重伤 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 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 后台硬 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 近似于非 一年时间 他就从无品小关 升任兵部上书 进入内阁 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 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 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 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 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 1622 兵部上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再进 但到山海关和巴黎铺转了一圈后 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 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再进 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 气氛是和谐的 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 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助手吗 王再进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 没想到如此友善 当即回答 不是的 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 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 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 总是慢慢的折腾 照你这么说 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 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未来 高兴的答应了一声 是的 没错呀 于是 张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 竟然有八万守军 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 那旧城前面的地雷 半马坑 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 如果新城守得住 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 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 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 还是闭关守城 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猛了 半天没言语 想了半天 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 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 此外 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 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 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 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 你就准备接应败军 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 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 敌军就不能进吗 现在局势如此危急 不想着恢复国土 只想着躲在关内 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 孙老师是对的 如果新关被攻破 就关必定难保 因两地只隔八里 逃兵无路可逃 只能往关里跑 到时逃兵当先锋 努尔哈赤当后队 不用打 靠挤 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 想出此计划的王再进 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 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 他没有帮助持顿生王再进的耐心 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 皇帝陛下写了封信 直接把王精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再进后 孙成宗想起了那封信 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再进的人叫来 很快 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 他与此人彻夜长谈 一见如故 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 勇气和滋志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成宗 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重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成宗非常欣赏袁重焕 他坚信 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 虽然当时的袁先生 只不过是个政武品兵被牵制 事实上 王再进并不是袁重焕的敌人 相反 他一直很喜欢袁重焕 还对其信任有加 但袁重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 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 袁重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 巴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成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 应该选择哪里 袁重焕回答 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 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 宁远 宁远 即今辽宁星城 位居辽西走廊中央 距山海关二百余里 是辽西的重要据点 位置非常显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宁远很重要 很显要 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 坚守宁远 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 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 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 关外都是敌人 跑出二百多里 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 主动身陷重围 让敌人围着打 这不是勇敢 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 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 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 也不起眼的城市 但当我登上城楼 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 才终于确定 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他的四周三面环山 还有一面 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 其实也不夸张 他的东边是守山 西边是窟窿山 中间的道路很窄 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 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 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 有人会说 既然难走 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 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 但不恶心是不行的 因为辽东虽大 要进攻山海关 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 再加个别无他路 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 还会有人说 辽东都丢了 这里只是孤城 努尔哈赤占有优势 兵力很强 动员个几万人把成团团围住 光是围城 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 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 那么我可以肯定 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 并不是山 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 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 如遇敌军围城 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 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要知道 他的军队里 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 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 有个绝华岛 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 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 原因很简单 明朝人都知道 后勤没有海军 没有翅膀 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 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 我从宁远坐船 前往绝华岛 献明菊花岛 才发现 原来所谓不远 也挺远 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 宁远就只能眺望了 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 你们离陆地这么远 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 我们也用汽车拉 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 冬天 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 这么宽的海面 我估算了一下 大概有近十公里 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 一般情况下 冻不住 接着还是补充 去年 冻住了 去年 是2007年 冬天很冷 于是 我想起了381年前 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 我知道 那一年的冬天 也很冷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 他决定 在宁远铸城 铸城的重任 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 这些还远远不够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 就是练兵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 总数有七万多人 数字挺大 但也就是个数 一查才发现 有上万人压根没有 都是空额 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 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 很多兵都是老兵友子 领响时带头冲 打仗时带头跑 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 据说逃跑时的速度 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 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 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 难民 难民 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 突然被人赶走 的被占了 房子被烧 老婆孩子被杀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 是不需要动员的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 编入了自己的军队 四年后 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 他还做了很多事 大志如下 修复大城九 城堡四十五 练兵十一万 训练弓弩 火炮首五万 力军营十二 水营五 火营二 前锋后进营八 造甲咒 军式器械 弓石 砲石 取打 守成的类石 鲁盾等数万具 另外 拓地四百里 召集辽人四十余万 训练辽兵三万 屯田五千情 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具体细节不知道 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 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 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人才 天启二年 一千六百二十二 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 他很清楚 虽然他熟悉战争 精通战争 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 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 为了百姓的安宁 为了报国的理想 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 收下最后一个学生 并把自己的谋略 战法 无谓的信念 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 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袁崇焕 在他看来 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 近视 也没怎么打过仗 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 能够在复杂形势下 做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 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战场之上 求生者死 求死者生 在之后的时间里 他着力培养袁崇焕 巡查带着他 练兵带着他 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 当然 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 还让他当了班干部 从宁钱兵被赋使 宁钱到 再到人事部 力部 的高级预备干部 巡抚 只用了三年 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 三年里 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并熟练掌握了孙承松传授的所有技巧 战术与战略 在这几年中 袁崇焕除学习外 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 加强防御 然而有一天 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后金军以骑兵为主 擅长奔袭 行动迅猛 抢了就能跑 而明军以步兵为主 骑兵质量又不行 打到后来 只能坚守城池 基本上是敌进我退 敌退我不追 这么下去 到哪儿才是个头 是的 防守是不够的 仅凭城池 步兵坚守 是远远不够的 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唯一方式 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 所以 在孙老师的帮助下 他开始召集难民 仔细挑选 进行严格训练 只有最勇猛精锐 最苦大仇深的士兵 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权利 同时 他饲养优良马匹 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冲 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 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 冲刺砍杀 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 是这样一支军队 无论面临绝境 或是身陷重围 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 绝不投降 他成功了 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 一支努尔哈赤 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 直指明朝灭亡 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 在历史上 这支军队的名字 叫做关宁铁骑 袁崇焕的成长 远远超出了孙成宗的预料 无论是练兵 防守 战术 都已无懈可击 虽然此时 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这个学生 孙老师十分满意 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 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 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天启三年 1623 辽东巡抚严明派街道举报 说服总兵杜英魁冒领军响 要换在平时 这也不算是个事 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 有人竟然敢顶峰作案 必须要严查 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 袁崇焕很负责任 到地方后不眠不休 开始查账轻人数 一算下来 没错 杜总兵确实贪污了 叫来谈话 杜总兵也认了 按规定 原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 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 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 谈话刚刚结束 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 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 被砍的时候 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 事发太过突然 在场的人都傻了 等大家回过未来 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 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 毕竟是朝廷命官 你又不是直属长官 啥命令没有 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 算是怎么回事 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 一把手还在 好说歹说 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 原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 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 是孙成宗的一顿臭骂 杀人之前 竟然不请示 杀人之后 竟然不通报 士兵差点滑遍 你也不报告 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知道 你到底杀了什么人 以何理由要杀他 据说你杀人的时候 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 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 那还要上方宝剑 皇帝特批孙成宗一柄 干什么 原重换没有之声 就事情本身而言 并不大 却相当恶劣 既不是直系领导 又没有上方宝剑 竟敢擅自杀人 实在太过嚣张 但此刻人才难得 为了这么个事 把原重换给办了 似乎也不现实 于是孙成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 他希望原重换能从中吸取教选 意气用事 胡乱杀人 是绝对错误的 事后证明 原重换确实吸取了教选 当然 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 不是领导 没有上方宝剑 擅自杀人 是不对的 那么是领导 有了上方宝剑 再擅自杀人 就该是对的 从某个角度讲 他这一辈子 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不过局部服从整体 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 无所谓 事实上 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的好 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 中前所 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 著名的关宁防线 山海关 宁远 初步建成 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 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 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孙承松修好了城池 整好了军队 找好了学生 恢复了国土 但这一切还不够 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 单靠原重换是不行的 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驻守 驻守 原重换刚到宁远时 看到的是破墙破砖 一片荒芜 不禁感叹良多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 这是刚修过的 事实上 已有一位将领在此驻成 而且还驻了一年多 修了一年多 就修成这个破样 原重换十分恼火 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 死骂了一顿 没想到 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 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 非但不认错 竟然还跳起来 跟袁大人对骂 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 你懂个屁之类的魂话 这就是当时的蓝散游击将军 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 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 都进了名史列传 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 却在青史稿里 因为他最终还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 何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 上某某 耿某某比起来 他的名声相当好 说他是X间的人 似乎也不多 原因在于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 自赋于 辽东宁远人 生在宁远 长在宁远 参军还在宁远 此人脾气暴躁 品性凶狠 好持刀砍人 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 升官当上了游击 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 王化真来了 也很赏识他 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 镇守广宁城 再后来 孙的功叛乱 王化真逃跑了 关键时刻 祖大寿二话不说 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 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绝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 却不吃眼前亏 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 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一个在阎网店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 袁重患这种尽是出身 连仗都没打过的人 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 是纯粹的找抽 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 但结果是明确的 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 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 正如他的那句名言 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 本部院却是一个将手 双方你来我往 几个回合下来 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 他成为了袁重患的忠实部下 大明的优秀将领 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地 祖大寿 袁重患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 是很讨巧的 因为用当地口音 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救 为了不至于乱辈粉 无论上级下属 都只是称其职务 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 有始至终 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救 原因很简单 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救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 尚未成年 既然未成年 就不多说了 事实上 在当年 他的父亲吴湘 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湘 辽宁隋中人 祖籍江苏高游 吴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 吴湘先生的祖上 本来是买卖人 从江苏跑到辽东 是来做生意的 可是到他这辈 估计是兵荒马乱 生意不好做了 于是一咬牙 去考了吴举 从此参加军队 迈上了秋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 有文化 至少十字吧 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 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 刻意提拔 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湘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 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 他和他的儿子 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湘 原重换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 吴湘和祖大寿是王化珍的下属 在王化珍到来之前 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 毛文龙 似乎并不有名 也不重要 但在当时 他是个非常有名 且极其重要的人 至少比原重换要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原重换 是宁前道 毛文龙 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 原重换 是宁前地区镇守者 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 是左都督 朝廷一品武官 平辽将军 上方宝剑的持有者 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 毛总兵比原大人要大好几级 与毛文龙相比 原重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族 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代总兵 是个统称 大致相当于司令员 但管几个省的 可以叫司令员 管一个县的 也可以叫司令员 比如 那位吃控鹅贪污的杜英葵 人家也是个副总兵 但原特派说砍 就把他砍了 眼睛都不眨 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 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 有分路总兵 携手总兵等等 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 就是总镇总兵 事实上 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 用今天的话说 是大军区司令员 地位十分之高 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 相当于荣誉称号 如平辽 破卢等 及个别的海间国防部长 兵部尚书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 有二十人 十四个死在关内 现存六人 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 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 虽然他的级别很高 但他管的地盘很小 皮岛 也就是个岛 皮岛 别名东江 未处压路江口 未至险要 东西一长十五里 南北宽十二里 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 侍卫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 一般说来 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 不是省军区司令 也是地区军区司令 只有毛总兵 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 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 是接管的 毛总兵的地盘 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 万历四年 1576 生人 浙江杭州人 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由于家里太穷 毛文龙吃不饱饭 自然尚不起私熟 考不上进士 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 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 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 不能考试 又不能闹腾 算是百无一用 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 那也不对 为了谋生 他开始从事服务产业 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 就算真不懂 也要真能忽悠 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香术 测字 八卦等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 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 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 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 是绝对值得肯定的 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 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 算命 兵法 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 且经常扎堆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 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 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 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 却并非没读过书 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 还经常用于实践 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 一路吹 浑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 哪根弦不对 毛文龙突然决定 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 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 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珍 王化珍和他一见如故 认为他是优秀人才 当即命他为兜司 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 没错 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 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 当上了山东部证时 跟王化珍关系很好 并向王寻福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寻福给了面子 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 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珍看来 给安排工作 试证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 但事实证明 办这件事 试证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 虽说只是个兜司 但在地方而言 也算是高级干部了 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 问题在于 毛兜司刚去的时候 不怎么吃得开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 都知道他没打过仗 所以 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天启元年 1621 3月21日 这一天 辽阳陷落 辽东经略原英太自尽 数万守军全军覆没 至此 广宁之外 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挟家带口 士兵丢弃武器 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 但必须说明的是 他之所以不跑 不是道德有多高尚 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线太快 毛先生反应不够快 梅来得及跑 落在了后面 被后金军堵住 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 化化妆 往脸上磨把土 没准还能顺过去 不幸的是 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雷坠 想溜 溜不掉 想打 打不过 明军忙着跑 后金军忙着追 敌人不管他 自己人也不管他 毛文龙此时的处境 可以用一个词完美的概括 弃促 当众人一片哀鸣 认定走投无路之际 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 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 将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 士兵们就发现 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 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 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 不是江苏镇江 而是辽东的镇江堡 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 与朝鲜隔江而立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极其坚固 一手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 不是由于它很重要 很坚固 而是因为它压根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 沈阳失陷之前 这里就换地主了 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 且有重兵驻守 这个时候去镇江堡 动机只有两个 投敌 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 我们既不投敌 也不寻死 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 这是在开玩笑 辽阳已经失陷了 没有人抵抗 没有人能够抵抗 大家的心中 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 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 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 横跨海峡 航行上千里 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 凭借我们这只破落不堪 装备不齐 刚刚一败涂地 只有几百人的队伍 去攻击装备精良 气焰嚣张 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 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 我们要攻击 我们要彻底的击败他们 我们要收复镇江 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在惊讶 也没有人在反对 因为很明显 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击镇江 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 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 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 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 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 毛文龙发动了进攻 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 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 没有丝毫准备 黑灯瞎火的 也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人 从哪里来 只能惊慌失措 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 歼灭后金军千余人 镇斩首将铜仰针 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狱 史称镇江堡大节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 明朝在辽东最大 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 王化珍十分高兴 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 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 即为震惊 派出大队兵力 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 由于敌太重 我太刮 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 被赶进了海里 但他没有喂鱼 却开始钓鱼 退守皮岛 毕竟只是个岛 所以刚开始时 谁也没把他当回事 可不久之后 他就用实际行动 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 毛文龙就没休息过 每年派若干人 出去若干天 干若干事 不是放火 就是打劫 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 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 你没有准备 他就上岸踢你一脚 你集结兵力 设好埋伏 他又不来 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 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 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 索性不搭理他 让他去闹 没想到 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 1623 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 毛岛主突然出兵 一举攻占金州 金辽宁金州 而且站住就不走了 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 要派兵进脚 却是我禁敌退 要登陆作战 又没有那个技术 要打海战 又没有海军 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 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 按电视剧里的说法 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 要啥啥没有 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 眼巴巴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 照史书上的说法 是召集流民 集备军需 远近商谷分支踏来 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 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 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浑了 跟着跑来讨生活 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 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 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 还做进出口贸易 日本 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 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 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 国家也不征税 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 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 自然就有人了 在高薪的诱惑下 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 原本只有两百多 后来原重换上岛清人数时 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 在做副业的同时 毛岛主没有忘记本职工作 在之后的几年中 他创造了很多业绩 摘录如下 天启 三年 文龙占金州 四年五月 文龙浅江沿压路江月长白山 侵大清国东偏 八月 浅兵从益州承西渡江 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 浅兵席耀州知关屯寨 六年五月 浅兵席安山易 月数日又浅兵席彻尔河 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 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重粮食 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 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 科技跟不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 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 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 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 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 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 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 自然无人敢管 朝廷哄着他 王化珍护着他 后来 王再进接任了辽东精略 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 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 现在的上级 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 1623 袁崇焕正热火朝天的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 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城宗派来的 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 这个人的名字叫满贵 满贵 宣抚人 蒙古族 很穷 很勇敢 满贵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 从小爱好打猎 长大参军了 就爱好打人 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 每次出去打仗 都能砍死几个 可谓战功显赫 然而战功如此显赫 混到四十多岁 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 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 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 要有首级 那么恭喜你 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 一 升官一级 二 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贵都选第二种 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贵很贪婪 事实上 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 选第二种的人 能拿钱 而选第一种的 既能拿权 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 估计到死前 能混到个千户 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 造就了他的成功 这个失败的人 是杨岗 万历四十七年 一千六百一十九 杨岗绿四路大军 在萨尔虎全军覆没 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 朝廷没人了 只能下令破格提拔 满贵同志就此改头换面 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 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 是另一个成功的人 孙承松 天启二年 一千六百二十二 在寻边的路上 孙承松遇见了满贵 对这位老兵游子极其欣赏 大旗之 高兴之余 就给他升官 把他调到山海关 当上了副总兵 一年后 满贵被调往宁远 担任首将 满贵是一个优秀的将领 他不但作战勇敢 而且经验丰富 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 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 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 明军压力很大 而满贵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 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 对于不听劝说的 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 很快 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 全都服气了 贵善操纵 诸步贤服 此外 他很擅长堆砖头 经常亲自兼弓弃强 还很喜欢练兵 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荤八素 就这样 在满贵的不懈努力下 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 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 军民五万余家 盆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五官 他与原重换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 但问题不大 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 满贵当时的职务 是宁远总兵 而原重换 是宁迁道 就级别而言 满贵比原重换要高 但明朝的传统 是以文制武 所以在宁远 原重换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 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 满贵是个不苟言笑 却极其自负的人 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 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 一个五十两 注重实践 最看不起的 就是那些空谈理论 没打过仗的文官 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原重换 但有趣的是 他和原重换相处的还不错 并不是他比较大度 而是原重换比较能人 原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他很清楚 在聊东魂的 大部分都是老兵游子 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 在这些人看来 自己这种文化人兼心兵蛋子 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 非常能装孙子 还时常向老前辈们 如满贵 虚心请教 满贵们也心知肚明 知道他是孙成宗的人 得罪不起 都给他几分面子 总之 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贵 原重换的第四个帮助者 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 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 可是孙成宗似乎不怎么看 不久之后 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 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 他的名字叫赵绿教 赵绿教 陕西人 此人当官很早 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 履历平平 战功平平 资质平平 什么都平平 表现一般不说 后来还吃了官司 工作都没了 后来也拜杨稿先生的福 武将死的太多没人补 他就自告奋勇 去补了缺 在袁英泰的手下 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 刚去没多久 辽阳就丢了 袁英泰自杀 他跑了 情急之下 他投奔了王化珍 一年后 广宁失陷 王化珍跑了 他也跑了 再后来 王再进来了 他又投奔了王再进 由于几年之中 他到了好几个地方 到哪 哪就倒霉 且全无责任心 遇事就跑 遇麻烦就溜 至此 他终于成为了明君之中 有口皆悲的典型人物 反面典型 对此 赵绿教没有说什么 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 赵绿教突然找到了王再进 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 率军收复师弟 王再进认为 自己一定是听错了 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 他认定 赵绿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 师弟这个概念 是比较宽泛的 明朝手中掌握的 只有山海关 网大了说 整个辽东都是师弟 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绿教回答 前屯 前屯 就在宁远附近 是明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绿教头脑清醒 没有寻死倾向之后 王再进也说了实话 收复师弟固然是好 但眼下无鱼兵 这就很实在了 我不是不想成全你 只是我也没法 然而赵绿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需派兵 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 手下都没几号人 你还有私人武装 于是好奇的王再进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绿教答 38人 王再进彻底郁闷了 眼下大敌当前 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 士气如此低落 平时能战斗的 也都躲了 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 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 你开什么玩笑 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 王再进手一挥 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 可他万没想到 这哥们真去了 赵绿教率领着他的家丁 38人 向前屯进发 去收复师弟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赵绿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 赵先生没有封 因为当他接近前屯 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 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 不可继续前进 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 就是他停下的地方 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 地处宁远近郊 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隋中县附近 赵绿教在此扎营 就地召集难民 设置营地 挑选精壮冲军 并组织屯田 王再进得知了这个消息 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 他认为 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 赵绿教很快会故技重演 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 孙承松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 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 房屋 以及手持武器 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38人后 他找来了赵绿教 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绿教回答 民6万有余 士兵上万人 从38到6万 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孙承松十分激动 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 由于过于激动 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绿教 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 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绿教同志的表现来看 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 支持近乎勇 在经历了无数犹豫 困顿后 他开始用行动 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 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绿教聊起袖子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 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绿教明白 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 当初赵绿教在辽阳的时候 职务是副总兵 算是副司令员 掌管中军 这就意味着 当战争开始时 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绿教应全力作战 然而他逃了 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 小兵可以跑 老百姓可以跑 但赵绿教不能跑 也不应该跑 既然跑了 就要依法处理 根据明朝军法 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 还是有疑问的 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 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 告诉他 此人万不可杀 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 索性做了个人情 把赵绿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 他之所以放赵绿教一马 是因为他认定 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绿教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 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 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绿教 原重换的第五个帮助者 经变 天启元年1620 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 他所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 天启五年1624 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 收复了宁园 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 在收复宁园之后 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 占据另一个城市 锦州 他认定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 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 锦州嘛 又小又穷 派兵手还要费粮食 谁要谁就拿去 就这样 不费吹灰之力 孙承宗得到了锦州 事后证明 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 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因为至此 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 关锦防线 所谓关锦防线 是指由山海关 宁远 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 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 深入后金区域 沿线均有明朝堡垒 据点 极为坚固 历史告诉我们 在坚固的防线 也有被攻陷的一天 历史还告诉我们 凡事总有例外 比如这条防线 事实上 直到明朝灭亡 他也未被突破 此后长达十余年时间里 后金军队用手袍 用嘴啃 用牙咬 都毫无效果 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 这是一个科学 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 锦州 辽东重镇 自古未入关要道 且地势显要 更重要的是 锦州城的一面 靠海 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 这又是一个噩梦 这就是说 只要海运充足 在大多数情况下 即使被围的水泄不通 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 既然难打 能不能不打呢 不能 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 他要回家十分方便 因为从北京出发 开往东三省 在锦州停靠的火车 有十八辆 我顿时不寒而栗 这意味着 三百多年前的明朝 要前往辽东 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 锦州是唯一的选择 要想入关 必须攻克宁远 要攻克宁远 必须攻克锦州 要攻克锦州 攻克不了 当然 有人会说 锦州不过是个据点 何必一定要攻陷 只要把锦州围起来 借个到过去 继续攻击宁远 不就行了吗 是的 按照这个逻辑 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 只要把宁远围起来 借个到过去 继续攻击山海关 不也行吗 这样看来 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就没想到呢 我觉得 持有这种想法的人 应该去洗把脸 清醒清醒 假定你是努尔哈赤 带了几万兵 到了锦州 锦州没人打你 于是 你又到了宁远 宁远也没人打你 就这么一路顺丰到了山海关 准备发动攻击 我相信 这个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 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 准备把你一锅端 除非这两地方的手将是白痴 现在你有大麻烦了 眼前是山海关 没准十天半月攻不下来 请屁股后面的军队别打你 估计人家不干 就算你横下一条心 用头把城墙撞破 冲进了关内 抢到了东西 你也总得回去吧 如果你没长翅膀 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 宁远 锦州 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 不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 不怕刘备 偏偏就怕马腾 马超 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 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 短短几年之间 他修建了若干据典 收复了若干师弟 提拔了若干将领 训养了若干士兵 现在 在他手中的 是一条尖不可破的防线 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 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 但对于这一切 努尔哈赤并不清楚 至少不十分清楚 祖大寿 吴湘 满贵 赵绿教 毛文龙以及袁崇焕 对努尔哈赤而言 这些名字毫无意义 自万历四十六年起兵以来 明朝能打的将领 他都打了 杨稿 刘厅 杜松 王化珍 袁英泰 全都是手下败将 无一例外 在他看来 新来的这拨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 但他终将失败 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 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话虽如此 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 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 却了解孙成宗的实力 很明显 这位都市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 所以几年之内 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大的没有 小的还是有 在后今的军队中 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 但正如孙成宗一样 他的属下 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 而在这些猛人里 最猛的 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贝勒 分别是指戴善 阿敏 芒古尔泰 黄太吉 阿几格 多尔滚 多夺 吉尔哈朗 在这八个人里 按照军功和资历 前四个大猛 故称四大贝勒 后四个小猛 故称四小贝勒 其中最有名的 无疑是两个人 黄太吉 多尔滚 但最能打仗的 是三个人 除黄太吉和多尔滚外 还有一个戴善 多尔滚年纪还小 就不说了 黄太吉很有名 也不说了 这位戴善 虽然年纪很大 且不出名 但很有必要说一说 事实上 大贝勒戴善是当时后今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 此人非常勇猛 在与明朝作战时 经常身先士卒 且身通兵法 擅长伏击 极其能打 因为他很能打 所以努尔哈赤决定 挑选一个目标 由戴善发动攻击 以试探孙成宗的虚实 而他选定的这个目标 就是锦州 当带善帅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 首先锦州非常坚固 在修城墙方面 孙成宗很有一套 城不但高 而且厚 光凭刀砍俯批 那是没指望的 要想进城 没有大炮是不行的 大炮也是有的 不过不在城下 而在城头 其实一直以来 明朝的火气水平相当高 万历三大争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精勇 后来之所以荒废 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态度问题 万历前期 皇帝陛下精神投足 什么事都愿意折腾 后来不想干了 天天躲着不上朝 下面也开始消极代工 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 失利不讨好 没准出个安全事故 是很麻烦的 孙成宗不怕麻烦 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冲等先进装备 还购置了许多大炮 尝试用火炮守城 而锦州 就是他的试点城市 虽然情况不妙 但戴扇不走寻常路 也不走回头路 依然一根筋 找人架云梯 冲车往城里冲 此时的锦州守江 是赵绿教 应该说 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 面对着在城下张牙舞爪 极其激动的戴扇 他却心平气和 毫不激动 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 放几炮 城下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在陪上若干架云梯 若干调性命 却毫无所得的情况下 戴扇停止进攻 虽然停止进攻 但戴扇还不大想走 他还打算再看两天 可是孙成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 戴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 就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 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 这支部队是驻守前屯 松山的明军 听说客人来了 没赶上接风 特来送行 在短暂慌乱之后 戴扇恢复了平静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 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 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 就看到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 城内的明军出动了 这就算是父辈受敌了 但戴扇依然很平静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 他很有信心 然后 很有信心的戴扇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 宁愿 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 正朝这边来 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 但戴扇不愧是戴扇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 他非常自信 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 快逃 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 很快戴扇就发现 自己已经陷入重围 明军毫不客气 一顿猛打 戴扇不伤亡十分惨重 好再来的多士骑兵 激动力强 拼死往外冲 总算奔出了条活路 一口气跑上百里 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敏 魂才算飘回来 此战明军大胜 击溃后金军千余人 战后清点斩获首级六百多颗 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孙承宗都市辽东的几年里 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 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 但大仗没打过 孙承宗不动 努尔哈赤不动 可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 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 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 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 他就算赢了 努尔哈赤就不同了 他的任务是抢 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 但人都跑光了 技术型人才不多 啥产业都没有 据说有些地方 连铁锅都造不出来 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 有补助 还有朝廷送物资 时不时还能回去修个假 努先生完全是原生态 没人管没人疼 不抢怎么办 必须抢 然而不能抢 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 山姆大叔 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 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 勤劳乐观 处世低调埋头苦干 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 却特能干事的类型 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 当然 按年龄算 应该叫山姆大爷 这位仁兄相貌其伪 画相为正 极富乐观主义精神 大家都不干 他干 非常低调 从不出兵闹事 经常埋头苦干 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 刚开始的时候 努尔哈赤压根瞧不起孙大爷 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 一点不折腾 什么一举当平 光复辽东 提都不提 别说出兵攻击 连挑衅斗殴都不来 实在没意思 但慢慢的 他才发现 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就在短短几年内 明朝的领土已惊人的速度扩张 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 到宁远 再到锦州 在不知不觉中 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 更为可怕的是 此人每走一步 都经过精心策划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趁你不注意 就跑你两亩地 每次都不多站 但站住了就不走 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 对于这种抬头望天 低头使坏的人 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 自己大踏步的后退 直到天启五年 1625 10月的那一天 这一天 努尔哈赤得到消息 孙成宗回京了 他之所以回去 不是探亲 不是述职 也不是做检讨 而是彻底退休 必须说明的是 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 却并不情愿 他不想走 却不能不走 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 被毁灭了 这一天 努尔哈赤得到消息 孙成宗回京了 这一天 努尔哈赤得到消息 孙成宗回京了